第109章,前奏。这声音一出,连我自己都惊住了,我果真就听见奶奶和母亲的脚步声快速地往厨房里去,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,厨房的灯是熄灭的。奶奶和母亲的对话也说明的确是这样的,他们说,厨房里黑漆漆的我在里面干什么,声音里满是焦急,我站在堂屋里,只觉得身子动都无法动一下,有句话一直在嗓子眼上,就是喊不出来。 我想告诉他们,我在这里。我觉得奶奶他们去到了厨房里,然后就是几声叫我的声音,我脑子里一片乱,我在想要是厨房里有一个我的话,那我是谁?很快我就听见奶奶他们的步子往堂屋里来,这次显得很急促,当堂屋门被推开,他们看见我就站在里面的时候,我看到他们满脸的惊讶,然后母亲就说话了,她说,我明明是在堂屋里,声音怎么是从厨房里传出来。 我默然地回答他们说,那声音不是我发出来的,奶奶似乎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,母亲倒是更惊讶了,然后奶奶扶住我的肩膀,问我没有事吧,她大概是见我脸色很难看。 我看着奶奶说,我听见声音从厨房里应他们,奶奶说已经没事了,厨房里没有人,然后奶奶觉得我可能是被吓到了,她让母亲给我倒一杯水来,然后和我说我有几次不是她不在家的时候,还听见她答应我吗? 这是一样的道理,我们不要被这样的陷阱所迷惑。 听了奶奶这样的解释,我才稍稍好了一些,然后母亲递给了我水,我喝下去,之后觉得镇静了一些,奶奶见我好一些了,才问我,刚刚我去哪里了? 刮了一阵风,结果一看我就不见了,我把我看到的,遇见的,以及自己是怎么回来的,统统都说了一遍,我说我以为打开棺材的是他们,可是我却没有看见任何人在那里,当时也没有细想这个问题,现在才反应过来是谁把我就出来的? 奶奶告诉我说,先生和父亲去找我了,一会儿可能就回来了,让我不用担心,至于老屋那边,那里本来就有问题,我暂时先不要想这些,接着奶奶问我有没有在老屋遇见或者见到什么不一样的东西。 我摇了摇头,奶奶这才安心了,然后点了香,用手帕包了米,帮我除惊。 等奶奶弄完这些,先生和父亲就回来了,他们进来刚想说,找遍了整个村子也没找见我。 但是见到我坐在沙发上,声音就忽然止住了,然后问奶奶说我是怎么回来的。 母亲回答先生和父亲说,我自己回家来了,然后又把我的话和他们重复了一遍,先生,这才说他怎么就没想起那个地方。 这一晚就这样过去了,只是从那晚过后,我总觉得有人在我身边,无论我走到哪里,我总觉得有个人跟着我,无论我在哪里坐下,我也总感觉有人在一旁看着我。 起初我一直觉得是自己疑神疑鬼,直到我看见了自己身上再次出现的黑色手掌印。 我终于意识到,他又回来了。 当然了,那天晚上的事,在第二天,给村上的人造成了不小的疑惑,因为他们记得,头天明明只拆下来了两口棺材,可是到了第二天,却发现有三口,而且有一口还被打开了,里面空无一物。 为此,村长还特地放了一早上的广播说这事,让村里人要小心之类的,只是没有明说撞邪之类的。 对于这件事,我们全部人都选择了监口不严,因为只有我们知道,到底发生了什么,其实我们也什么都不知道。 老屋连拆了好几天,后来终于彻底拆除,只剩下一座木架子,从墙上一共拆下来了将近十口棺材。 但是据说有一面墙上的棺材不见了,因为拆到那里的时候,棺材显然不见了,至于是怎么不见的,好像是凭空消失的。 所以,很多人猜测,可能是那里根本就没放,但也只有我们知道,这就是死人新娘的那口棺材。 村子里的这件事,惊动了镇上,镇上特地派了人来查看这些棺材,好像还说是文物之类的,要报到市上去,要带回去研究。 只是这件事,并没有如他们的愿望,镇上的人倒是来看过了,但是就在之后的一个晚上,拆得只剩下一座木架子的老屋,忽然失火了,连带着那里放着的十来口棺材,一起烧成了灰烬。 因为,为了保护棺材,镇上的人还特地搭了棚布,也找了村上胆子大的人看着,但是看棺材的那个人,却失踪了,失火之后,根本就没有了他的踪影。 很多人就猜测,是他放了火,然后跑了。 但是最后,他的尸体被发现了,是在一口棺材里,和棺材里的另一具蜡丝抱在一起,已经烧成了焦炭,人们都觉得惊奇,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和蜡丝抱在一起烧死。 有些胆小的人说,会不会是闹鬼,这话一出,立刻就让所有人心里遗憾。 镇上见出了这样的事,于是告诫村里人说,不要声张出去,这只是普通的失火案。 后来补贴了看守的那人家一笔钱,这事情才不了了之了。 本来这件事,也就这么过去了,直到有一晚村里,有一个人,不知道为什么跑到老屋那里去了,才又把这件压下去的事,重新给拉扯了出来。 他说,那天天才刚刚擦黑,他从田地里回来,为了抄近路,就走了广场那边。 可是当他走到广场边上的时候,看见不远处有个人往烧毁的老屋里走,他这人好心,就提醒他说老屋那里不干净,马上就要天黑了,不要过去那里。 可是这人却回头笑着答应他说,不碍事的,他就住在那里。 哪知道他这一回头,吓了这人一跳,因为这个好心人认出了他就是守棺材烧死的村民。 他当即大叫一声,就陶也似的跑了,后来他回去把这事一说,人人都说,是不是他看花眼了。 他说他绝没有看错,后来村长组织了几个人特地来看过,也没看到什么,而那人坚信他看见了烧死的那个村民,所以,自那以后就再也不敢靠近广场了。 这事后来就传到了我们家里,先生听了就说,他去看看,先生选择去的时候,也是天刚擦黑的时候,看来他是特地想去见那个村民的。 先生走了之后,奶奶将煮好的糯米饭给我,自从那晚的事之后,糯米饭,雷蝎子水和抄经送经已经成了我每天必备的事,奶奶说,这些法子不能完全去走恶灵,只能压制他而已,但是现在也只有这个法子。 然后他就又感叹,精涂如果还在,也不至于成现在这样。 奶奶说了很多次,我于是终于问奶奶,这幅精涂的不同之处到底在哪里? 奶奶才告诉我说,这幅精涂不是从寺庙请回来的,为了不让我们多问他才这样说,这精涂是爷爷时候就留下来的了,据说是太爷爷从他的祖辈那里继承下来的。 后来爷爷去世,精涂被二姑奶奶带走,奶奶也没有动过去要这幅精涂的心思。 直到先生来说,奶奶供奉的老佛祖是邪灵,撕了那一幅老佛祖,老家没有镇宅子的东西,所以奶奶才去和二姑奶奶要了精涂回来。 我听见奶奶说到二姑奶奶,此前奶奶从不提这些姑奶奶们,我说我们之间不是不来往吗?奶奶才说是不来往,但是老家的事不是我们一家子的事,而是整个家族的事。 她虽然嫁出去了,但也是这个家里的人,奶奶拿家宅的事和她说,她也拗不过。 然后奶奶又加了一句说,二姑奶奶想帮我们的,但是那时候不敢帮,她也明白。